饮食对于延缓或预防失质症具有重要作用 特别是富含抗氧化剂和多元不饱和脂肪酸的饮食 如每周摄取莓果和坚果等食物 对认知功能的维持极为有利 那么,应该吃多少莓果和坚果才够呢? 营养师提供了具体建议 麦德饮食有助预防失质 近期研究显示 麦德饮食有预防或延迟失质的效果 麦德饮食结合了地中海和德书饮食 两者皆有防止认知能力下降和保护心血管的效果 西园医院营养科的陈真奇营养师表示 麦德饮食含有丰富的抗氧化剂 维生素、多分类、多元不饱和脂肪酸及DHA 对健康有诸多益处 以下是麦德饮食的重点 掌握基本饮食技巧并搭配健康的生活方式 才能有效预防失致症并促进整体健康 每日摄取全股杂粮至少三分之一 陈真奇营养师指出 实行麦德饮食的方式 包括每天至少三分之一的主食 选择非精致杂粮类 如燕麦、地瓜、马铃薯、南瓜、玉米、糙米、紫米等 初次尝试者可将白米与杂粮类混合 比例约2比1 面食爱好者则可选择市售杂粮面 如乔麦麵、燕麦麵等 以达到未精致穀物的摄取 蔬果摄取量应达每日5份 陈真奇营养师建议 每日蔬菜摄取量至少三份 每份蔬菜约半碗满 每周至少6份绿色蔬菜 水果则每日2份 1份水果约8份碗满 每周至少2份莓果类 如蓝莓、草莓、覆盆莓、蔓越莓、桑胜等 豆鱼蛋肉类周摄取量有标准 在豆鱼蛋肉类方面 陈真奇营养师提到 每周蛋白质来源至少要有两份加禽 鸡、鸭、鹅、三份豆制品、豆腐、豆干、豆浆等 即1份鱼建议减少红肉、猪、牛、羊的食用频率 每周摄取量建议小于4份 1份相当于男性二指大小或女性三指大小的鱼类或肉类 1颗鸡蛋或约200毫升无糖豆浆 半喝嫩豆腐 选用植物油减少精致糖摄取 陈真奇营养师说明 油脂可选择植物油 如橄榄油作为主要烹调用油 每周摄取至少5份坚果种子 1份约1个免洗汤匙 此外 应减少油渣湿物及奶油的摄取 也要减少精致糖类的摄取 如糖果、糕点及含糖饮料等